那截类似蛇性子的东西 快速钻进小男孩口中 只见他倒在地上不断抽搐 而男孩的弟弟 在发现哥哥不见后 急忙捆上保命绳子 跑到森林里面寻找 可是猛的一回头 弟弟瞬间明白 眼前之人不再是双胞胎哥哥 而是被邪恶侵染后的傀儡 于是他拼命往木屋方向赶 原本温馨的三口之家 如今却只剩下他一人 罪魁祸首 就是那可以千遍万化的邪恶 故事还要从几个月前讲起 在一片与世隔绝的森林里 生活着母子三人 晚上 母亲海伦听到屋外传来哇叫声 他小心翼翼来到屋外 可循着声音摸向地面时 草里根本就没有青蛙 林中却猛然响起更大的蛙鸣声 下一秒 不过母亲对此习以为常 她回到屋内 看着两个熟睡的儿子塞尔和诺兰 海伦从小就告诉兄弟俩 外面的世界已然毁灭 他们只能在森林中生存 但森林深处 隐藏着一种黑暗而邪恶的力量 海伦曾见过那种邪恶 最开始是以一条蛇的形态出现 后来又以其他形式折磨他 若是被邪恶侵蚀 就会不受控制的做坏事 好在祖父建造了一座受祝福的小屋 邪恶才无法靠近他们 并且外出时 身上缠紧小屋的绳子 邪恶就拿他们没办法 所以母亲海伦与他的两个孩子 一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简陋的小木屋就是庇护所 这天早上 他们的食物还是只有土豆 饭后 海伦和孩子戴上连戏用的口哨 接着把长绳一端 牢牢系在他们身上 另一端则紧紧连着小木屋 这才分头踏入那片神秘又危险的森林 来寻找一家三口所需的食物 哥哥塞尔运气不错 捕获到一只小松鼠 随后又劈开树干 找到几只肥美的高蛋白虫子 就连小青蛙他都不放过 一口塞进嘴里 别说还挺脆 可见母子三人的日子不是很好过 弟弟诺兰则爬上一棵巨树 不过倒霉的是 鸟儿早已破壳而出 就在他失望地回到地面上时 突然 在不远处看到一颗完整的鸟蛋 可是绳子长度已经到头了 诺兰不愿放弃这难得一见的美味 于是决定解开绳索 哥哥塞尔察觉到弟弟的意图 急忙赶来阻止他 诺兰心中很是不满 对哥哥的干预只感到厌烦 尽管他们是双胞胎 塞尔只比自己早出生三分钟 却总以哥哥的身份主导他 母亲对哥哥的偏爱 诺兰早就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他早已对哥哥的指指点点 产生抗拒心理 就在他们准备返回小屋时 诺兰突然听到塞尔说 妈妈更爱我 但当他询问时 塞尔却一脸困惑地摇头 说自己什么都没说 可这句话 刺中了诺兰的逆鳞 瞬间引爆了他心里埋藏已久的炸弹 于是他愤怒地踩住哥哥的绳索 导致塞尔失去平衡滚下山坡 好在他脚被树枝卡了一下 没有完全掉下来 诺兰意识到自己闯祸了 他连忙吹响母亲给的口哨 海伦正在小屋中忙碌 听到口哨声 以为孩子们遇到困难了 他立刻冲进了树林 此时塞尔停在半山坡 他刚才伤到了脚踝 疼痛让他无法站立 但更让他恐惧的是 身上的绳索不知何时已经脱落 这时他猛然感觉到 四周变得诡异而阴森 他好像还听见枯树里 传来蛇类土信子的声音 仿佛正蠢蠢欲动 伺机发起攻击 塞尔吓得捂住耳朵 试图屏蔽那令他感到不安的声音 诺兰看见后心急如焚 他立刻解开自己的安全绳索 然后跑到哥哥身边 想要带塞尔离开 这时海伦也已经急匆匆赶到附近 却也被绳子的长度限制住 他焦虑地看着远方孩子们的身影 大喊让他们赶快回到绳子上 因为森林中潜藏的邪恶已经觉醒 突然 一位老婆婆出现在空木之间 嘴里还吞吐着蛇信子 正在悄无声息地朝孩子们逼近 海伦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他毅然决然 割断绳索冲向孩子们 但在老婆婆做坏事之前 将塞尔和诺兰搀扶至坡底 并用绳索将他们连在一起 他紧紧拥抱儿子们 但是危机还没有过去 老婆婆似乎受到某种限制而无法动手 可是在诺兰和塞尔的眼中 除了他们母子三人 山坡上空无一人 森林依旧静谧无声 仿佛一切诡异之事都没发生过 危机解除后 海伦将孩子们带回家中 举刀逼破他们 将手放在地窖的符文上 孩子们吓得乖乖照做 他们按住符文 口念咒语 直到念完都安然无恙 确认孩子们未被邪恶侵蚀 海伦这才松了一口气 他得知这次意外的原因后 再次警告不听话的诺兰 绳子就是你的生命线 如果他再晚到一步 那诺兰将会为自己的莽撞 付出极其惨痛的代价 海伦教训完老二后 就开始给老大处理脚踝的伤势 塞尔好奇地询问母亲 刚才看见了什么 海伦犹豫片刻终于透露 邪恶这次出现 是幻化成他已共母亲的模样 虽然不是第一次 可不知为何 海伦心中涌现出强烈不安 此时森林中 一条长蛇正在慢慢钻回洞穴里 晚餐时 几人难得吃上荤菜 海伦主动向孩子们说起邪恶 他曾经幻化成受伤的小女孩 大声尖叫向海伦寻求帮助 试图引诱自己离开安全绳索 那女孩被地鼠洞卡住 海伦甚至都看见她的骨头 尽管海伦也心疼不已 但她不得不告诉自己 这不是真的 那尖叫声持续了好几天 之后海伦每天都出去查看 邪恶有没有放弃这场角色扮演 但是小女孩却始终在那里 因此海伦提醒孩子们 邪恶不仅聪明 还很有耐心 更是变幻无穷 他最狡猾的手段 就是利用孩子们的天真和好奇心 等时间一长 孩子可能会逐渐忘记威胁 慢慢放松警惕 而邪恶会抓住机会 给予他们致命一击 因此永远不能放手 为了净化儿子灵魂 海伦先将弟弟 关入符文板下的小黑屋 一个小时后 又换哥哥进去体验 此举也是为了让儿子明白 他们拥有木屋是多么的幸运 能庇佑一家人 不受外面邪恶的侵蚀 夜幕降临 诺兰告诉哥哥 今天我们第一次放开绳子 可是一切都没有改变 兄弟俩都没有看见邪恶 塞尔却说 那是因为邪恶没有吸引我们 并且爷爷奶奶也是妈妈杀死的 塞尔又跟弟弟解释 那是因为他们被邪恶侵蚀了 母亲为了保护孩子才下狠手 弟弟却又说 狗身上不绑绳子 为什么他可以自由自在地奔跑 塞尔坚持认为 邪恶对动物不感兴趣 诺兰对哥哥的固执无可奈何 于是选择躺下睡觉 与此同时 海伦坐在躺椅上磨刀 突然 耳边响起了已故丈夫的声音 随后 一个男人站在小屋外面 男人指责妻子 没有告诉孩子们有关父亲的真相 还说海伦必须告诉他们 你到底是谁 海伦却说 自己已经不再是他了 看海伦要回到屋子 男人叫住海伦说 自己今天已经很接近他们了 总有一天你会放手的 到那时 我要让你吃掉你的孩子 第二天一大早 海伦整理花房里面菜地 她往土里栽上可食用的植物 诺兰则询问起妈妈背上的蛇 海伦却打断孩子的话 关于就是借的东西 她都不太想提 诺兰转头又问起 如果邪恶侵蚀了三人中的一个 并混进小屋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海伦严肃地告诉儿子 那样他们会互相残杀 世界也会因此而毁灭 但是诺兰不觉得 世界上只剩下他们三个人类 可是海伦坚持说 外面没有其余人 他们就是全世界 一段时间后 塞尔的身体恢复正常 屋内的食物却越来越少 期间海伦还讲了一个童话 内容是一对贫穷夫妻 因为食物短缺 将一双子女丢弃在森林中 而海伦正在面临食物短缺的困境 孩子们可没有这种忧愁 他们放弃欢快的歌曲 拉着妈妈跳起舞来 歌词里描绘出一个 全是食物的美好村子 海伦听着听着眼中泛起泪花 晚上他躺在浴缸里 身后突然有响声传来 他赶紧回头看 原来是老二诺兰又梦游了 海伦连忙将他送回床上 并且记上提醒用的铃铛 第二天一大早 为了寻找更多食物 海伦将三人的绳索连接起来后 紧紧绑在自己身上 他手持弩弓进入森林深处 本想打点也为改善伙食 却在转角处看见恐怖一幕 乌鸦正在着实诺兰的脸 海伦吓得赶快躲回树后 等待玩意儿消失后 再次瞄准乌鸦 结果断了脖子的诺兰 出现在另一边 乌鸦因此被惊飞 百明不想让海伦打猎 无奈 他只能采集树皮制作成食物 突然丈夫又出现在小屋外边 海伦没有过多理会 继续带着孩子外出割树皮 可诺兰身后好似有东西闪过 他回过头 四周一片死寂 而母亲和哥哥却不知去向 就在这时 诺兰身上的绳子猛地开始收紧 将她拉向一口鼓井 地下是某个蛇怪在拉她 诺兰试图自救 却只是徒劳 好在下一秒 诺兰从梦中惊醒 发现自己又梦游了 虽然脚上系着铃铛 但居然跑到小屋外面 并且身上还没有绳子 此时周围响起青蛙叫声 就在她内心恐慌不已时 海伦闪现将她抱回小屋 然后严厉地用刀逼迫诺兰 不断念出那段神秘咒语 又将她锁进小黑屋 试图以此净化灵魂 诺兰今晚被海伦吓坏了 心中渐渐萌生了逃离的念头 晚上睡觉时 她将想法告诉哥哥塞尔 可是塞尔不觉得两人能逃出去 因为她认为 一旦松开绳索 邪恶就会立刻抓住他们 诺兰想法却很简单 如果兄弟二人互相照顾 或者能找到逃脱的机会 并且一旦找到食物 他们就回来找妈妈 或许那时候 他就不会这样疯魔了 否则再这样下去 他们三个 会饿死在马上要到来的冬季 可是塞尔权衡再三 还是拒绝了 然而两人并未察觉 海伦在隔壁 已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面容扭曲的激进猙獰 次日 海伦拿出丈夫遗留的拍立德 教会孩子们该如何使用它 还将过去的照片给孩子看 可随后 他神情沉重地告诉孩子们 这个冬天与众不同 食物已经绝迹 家里如今只剩下水 他们最多只能活一个星期 所以为了生存 他提议吃掉家里的小狗 但是诺兰立刻拒绝 狗是他从小到大的玩伴 跟家人没两样 他甚至开始怀疑母亲的判断 外面的世界可能并未消失 不料母亲对此情绪激动 再次强调 他们三人就是全世界 接着 海伦问起塞尔的意见 但塞尔是妈妈忠诚的拥护者 自然支持吃狗肉 甚至还提议 妈妈不忍心的话 可以由他来动手 诺兰觉得太不公平了 狗狗一直为家里打猎 可没有食物 却要用他来冲击 诺兰想守护住唯一的朋友 但海伦还是抢过小狗 走向院子里的玻璃屋 海伦手中的弩弓举起又放下 其实他也在痛苦与不舍中挣扎 就在此时 诺兰持刀赶来 并且身上没有绑绳子 他要证明世上根本没有邪恶 于是不顾海伦阻拦 砍断了绳子 并且将其反锁在玻璃房内 海伦拼命拍打着木门 此时他承认自己撒谎了 是海伦将邪恶带到这里 如果他侵蚀自己 便能走进屋子 进而对兄弟俩下手 可是诺兰不为所动 塞尔寻身赶来 试图解救母亲 诺兰却拦着他 于是兄弟俩在地上翻滚扭打 而海伦想要砸碎窗户逃离 突然背后传来老婆婆的声音 他指责海伦是个坏女孩 偷偷给自己的食物里下毒 为了不让邪恶控制身体 海伦依然结束自己的生命 等塞尔打倒弟弟推开门时 母亲已经倒在血泊之中 塞尔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 他执拗地将绳子绑在妈妈身上 随后不断念出那段咒语 诺兰见识到这一幕 终于开始相信 邪恶或许真的存在 于是他把妈妈的绳子 紧紧缠在自己身上 母亲离世后 塞尔因为太过思念母亲而病倒 照顾家庭的重担落在诺兰身上 为了寻找更多的食物 他将三根绳子系在自己身上 冒险走进森林 他的前进路线 与墙上画作重合 最后竟然穿越树丛 来到他从未见过的公路旁 但这是绳子长度的极限了 他大喊救命 却没有一丝回应 天色渐晚 诺兰只能原路返回 然而他刚踏上台阶 就有个男人跑过来 说自己在徒步旅行 刚刚听到有人求救 于是过来看看是否需要帮助 当他得知诺兰的哥哥病了 家里还缺少食物时 男子说自己包里有罐头 他的车离这大约五公里远 上面有急救药品 可以带塞尔去看医生 就在诺兰犹豫之际 塞尔却突然冲冲木屋 他手持弩箭 目视着男人 对方立刻举起双手 表明自己并无恶意 诺兰试图说服哥哥 万一他真的是人类呢 但塞尔依旧固执地相信母亲 坚信男子是邪恶的化身 于是当他转身准备离开时 塞尔毫不犹豫射出了箭矢 男人中箭后挣扎着逃离 嘴上还大喊救命 诺兰连忙追了上去 但男人只剩最后一口气了 临死前 他打出求救电话 诺兰上前拿走了他的背包 里面有不少罐头 都是真实存在的东西 打开一罐尝尝 这也让诺兰坚信 妈妈之前在撒谎 世界上不只有他们三个人类 并且外面还有繁华的人类社会 但是塞尔坚信妈妈的话 还拒绝吃罐头里的食物 可是一到半夜 呃急了的塞尔却跑出来偷吃 还意外发现一个钱包 上面是倒霉蛋和小女孩的合照 摸上去是真实存在的 塞尔已经开始相信弟弟是对的 自己将好人误杀了 突然 玻璃房那边传出响声 塞尔打着手电过去查看 母亲的遗体 依旧安静地躺在那里 正当他放松警惕时 背后却传来小女孩的声音 询问塞尔 有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 女孩正是照片上那个 他看到塞尔拿的手电筒 这明明是爸爸的东西 反应过来后 女孩掉头就跑 塞尔怕女孩出意外 急忙追了出去 他不知不觉跟着女孩绕了圈 绳子也跟着环绕一周 看着女孩还在跑远 塞尔解开绳子追了上去 可意外发生了 术后冒出一只只苍白手掌 突然女孩出现在他面前 吐出类似蛇性子的肉块 那东西快速钻进塞尔的嘴巴里 另一边 诺兰发现哥哥已经不见踪影 地上绳子松垮垮 诺兰一直扯到了头 他明白 塞尔不知为何松开了绳子 诺兰大声呼喊哥哥的名字 远处隐隐传来回声 诺兰向着声音来源跑去 突然 身后响起脚步声 回过头却看到塞尔砍断绳子 下一秒 塞尔竟又出现在车灯前 诺兰明白哥哥已经被邪恶侵染 于是立刻掉头跑回木屋 但是塞尔竟已经坐在床上 诺兰立刻紧握住哥哥的手 念诵母亲传授的咒语 不料塞尔猛地挥刀砍来 诺兰躲开后 跑进其他房间 结果塞尔马上用床铺挡住房门 然后一把火点燃木屋 塞尔带着相机 坐在外面静静观看 屋里生起大量烟雾 诺兰只得用湿布捂住口鼻 然后从窗户爬出 诺兰没有理会塞尔 他从另一扇窗户重返屋内 可是刚进去 就听到母亲海伦的声音 他让诺兰过来 自己再抱一抱他 尽管诺兰心有愧疚 但他知道 这只是邪恶的化身 此时 屋外的塞尔举起相机 与燃烧的木屋自拍 而站在诺兰面前的东西终于承认 他并非真正的海伦 而是海伦内心深处的黑暗 如今也是诺兰内心的黑暗 他蛊惑着诺兰选择放手 可是小孩断然拒绝 他逃至客厅 打开小黑屋的门 海伦准备抓住他 却被诺兰从背后紧紧抱住 一起跳进了暗门 诺兰死死抱住海伦 不让他正脱开 此时 诺兰心中涌现出 母亲曾带给他的温暖和快乐 他不断念起母亲教授的咒语 诺兰的态度从未如此坚定 随着咒语不断念出 一个舌头人形怪物 从躯壳里爬出 诺兰大喊 我爱你妈妈 这一声仿佛触动怪物的灵魂 他缓缓伸出手拥抱了诺兰 而诺兰好像看到了妈妈 随后便昏睡过去 怪物则化为碎片消散在空中 当诺兰再次睁开眼时 发现自己被一群搜救人员包围 将他抬上直升机 准备送往医院 诺兰清醒一点后 赶紧跟搜救人员说 要找到自己的哥哥 结果塞尔也在这架飞机上 诺兰看到他安然无恙 开心地笑了起来 他们两兄弟从此自由了 画面一转回到小屋 在塞尔拍下的照片中 他肩膀上赫然有一只苍白的爪子 数小时后 直升机来到一座城市的上空 这让诺兰更加坚信 母亲所说的世界毁灭 根本就是一个谎言 然而下一秒 故事到此就结束了 本篇最后暗示 邪恶仍存在于哥哥塞尔身上 并且更加灾难的是 他要被带回人类世界去 从之前妈妈说过的话里可以看出 当他重回小屋时 身后就已经带有蛇纹身 或许就是他将邪恶带回森林 并将其困守在这里 目的就是为了不让邪恶重回人世 跟孩子撒谎说世界毁灭 也是为了杜绝孩子将其带回去 可是没想到 阴差阳错之下 最终事与愿违 但这也只是一种猜想 大家要是有不同意见 可以在评论区讨论一下